第二節的現代週記 本來應該是老懶週記 老懶週記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 但是backdrop都差不多了 節目形式其實現在始終是試播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 譬如現代學傳都做了兩年了 老懶週記雖然斷了很久 都有一段時間 其實在節目形式上 我想我們都要 老懶週記我就是會free很多的 我經常覺得可以予到我們 看看在節目形式上 譬如現代學傳或在這裡坐下研究一下 會不會可以有另外一些認識 那承接第一節 我想香港人的底線在哪裏 他們的受力真的很高 我們就不數了 我們這些方向的情況 但是為什麼還會有人 是認為批評泛民都不應該 我們在佔領運動之前 我們奉委大家帶領的情況 其實我們已經比較修後了 沒有什麼地方描救他們 即是來那個佔中三次 那為什麼泛民是不可以批評呢 客家說 你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有人這樣說 根本全部的人都中了泛民主動 根本這幾十年以來 他們民主派 所謂叫做整包泛錢 三個個思想是純粹是不是想達到目的 是享受那個情 那你這些人呢 根本就 大哥 那些人仍然是純粹說 想爭准什麼爭准什麼 到那裡你想一下 爭准什麼 每個都是這樣 沒有看法的 是 那些泛民呢 很簡單 不出來 完全是穩實 嗯 一個商業機構 是 你誒毀他 是 他當然跟死過了 影響他相遇 對不對 嗯 但是 這樣 來 我們現在不聽商業說話 OK 我們聽D100 你有沒有留意一個情況 就是那些人打電話去 其實對泛民有很多批評 那些定眾 OK 但是 那些批評泛民的定眾 是不容許你們所謂的激進民主派 批評泛民的 你們批評就是搞破壞 團結 但是他們自己都批評 那爲什麽 我就是説 那個情況爲什麽這麽奇怪 究竟他們是 首先我們認不認爲 團結是一件好事 我想 我實情拿了密密的答案 正常來說 團結就是好事 但是團結是一定要有基礎 我想我們在座四個 我曾經都是支持過民主派的 一定是 一定是 我曾經是幫民主黨 在美林村 做義工 是 是 立法會議員 和立法會議員 還有一幫做義工 好 就像民主黨的 即是大膽 你人生都會怎樣 是 是 還差我 你是捉黃雞 好了 但是爲什麽我們逐步離棄去 而且我們現在 我們不是爲什麽 我們看見他們 就這樣說真育成 就是WhatsApp WhatsApp 你泛民主派那種軟弱 喂 當然要去辭職 是逼狼死去的 我剛剛在兩天前的 《彥道學傳》就這樣說 你想回頭 如果這個主席 是梁家傑 我想很嚴重 很嚴重 一定是最佳 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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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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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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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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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不團結 好了 Suppose 現在 您聽節目這麽說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人說過 所以會出現這麽的批評 譬如說 《新東》 《湯家驊》《柯國為原控》 那些人們其實 有些人是大鬥 他最佳最佳發出些重量夫 有些人是楊學堂都ok 只要本土派不出來搞搞妻就可以了 我就是想在這裏說 爲什麽他們 或者爲什麽本土派 是propose了一個這樣的形象 就是搞搞震 這件事是什麽時候成立的 他們搞過什麽 他們有沒有搞搞震過 或者他們搞搞震之餘 究竟是 當然我認為他們做得不是那麽理想 但是是值不值得整個所謂泛民主派 去將他們其實是磨磨化 而泛民主派 所謂爭取民主的人 是從來沒有嘗試過 去伸出橄欖枝 給這班所謂的激進 曾經支持過的人 去大家compromise 會不會有另外一些進一步的行動 這班人 是不是絕對不可以談的呢 我是不是說不可以談 都不想說 是有沒有人伸出橄欖枝 即是instead 你說伸出橄欖枝 你把人家搞搞震 就屌你啦 人家搞了什麽呢 你老實說 好像拆大台那件事 其實你不喜歡別人拆大台 再我給你來說 我認為是有大台的 從來每一個人都認為是有大台的 包括本土派 他不需要跟我欺騙我 原來是說不想用大台的人 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最簡單的現實 我們當時是不服那個大台 核心的問題是不服那個大台嘛 OK 有沒有人去嘗試 compromise 那個大台是應該要怎樣的 你記不記得好像邵家宗那些人 被人家衝擊之後 於是他就放那些人出來 在那個時代 因為我沒有去關西 好像是緩和一些的 這些問題是現在後證改之後 我們是仍要面對的 如果仍然是說 喂 繼續 是互相要摸摸 老實說 李泛民在議會裡面的表演 在平時論述的表演 在處理什麼雙非三非爭學位 所謂本土利益的表演 而還要不肯去面對自己 即將會面對的問題的話 對泛民將會很難答案 而本土派如果 我就很想批評 對本土派 你不去整合自己的論述 和這條line 究竟是怎樣的 你也很難去吸引到香港人 而這一節我們想說 香港人的底線究竟要忍對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他也不接受泛民呢 剛才客家佬一下就說出了 其實享受過程不追求結果的 就明明只是香港人 香港人去到今時今日 可能我們自己在在也是 我們很多藉口給自己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特殊的 一個在香港 作為中人 不是不特殊的 其實是跟中國人 我們是跟中國人 是跟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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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反抗 逐個逐個逐個 拉他們出去 殺頭 每個頭只有尾他們 我們看讀書的 看法院看過 原來只有六十個皇軍 入城 尾他們兩把刀 是有幾千個村民在那裡 就逐個排隊出的人 我剛剛忘記了這段文章寫過 其實類似的陣營 蒙古入關 清兵入關都是 喂 你以戰人打一人 你都可以 你兩派 這樣 所以 比如我們一個節目 做你老母 中國人 我們就真的在這一方面 要去中國 就是這樣 很大 很大 你怎麼走呢 你好像現在這樣說 老實說 我們常常知道的 我們根本是不需要用暴力的 你救人 我可以 每一個人都在那裡說 哎呀 我不會 每一個人都這樣說 甚至藍絲那些都這樣說 但是 他叫你出來做些事情 或者甚至乎 不要說很激進 不要說要暴力 出來上街 他們都不要 你兒子也不要去 他們明知道結果 為什麼要繼續這樣呢 就是因爲 他們想繼續沉醉在這一個 把口說 因爲我們都被西方大陸搞了幾十年 我們都說要講尊嚴 要講自由 但是這個條件就設在 不影響自己底下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底下 自己在安全的環境底下 是的 OK 你得到這樣 而你們這一幫 所謂極進派 我不用本土派 OK 走出來 是真的有機會 會令到這件事會產生 即是本質上的改變 他們走去哪裏 不知道 可能真的會有大軍隊 或者香港經濟會倒 不知道 在這個情況下 他是一定要割止你們 我們繼續去爭取 他的尊嚴 不可以交給自己 這個就是良心靈魂的那個 那個是什麽 但是就不要打破一貫的方法 你想想 湯家驊脫黨的原因 就是因爲他嫌公民黨太激 公民黨在他心目中已經是 直接不想知道是怎麽說的了 已經是直接說的是方法的事 我那一集是一個藉口而已 如果他認爲這樣也太激 那他的第三條路 就一定是領共產黨私眼 我再說 我給你剛才有一個預言 我是走真聞實據 但是 因爲人家叫我不要說 開名字 就是我不說 他們私底下都不會說的 後政袋時代 因為我們見到李斯堅 所以是組黨已經 我可以和大家說 我想我是第一個在網上 在公共和中國 是將會有很多新的政黨出現 而我也都很肯定 跟大家說 這些新的政黨 他的金錢來源 是很有可疑的 但是這個也都是 配合到一貫共產黨的做法 大家這一陣子 就多些思考 七一反正 我們活動都沒有 我七一呢 我正常來說 我都會出去逛逛的 即是 如果說民主黨也要 我2011年 我單拖 我都會去逛逛 不用再給面子 好了 還有五分鐘 再說一些 今天是洗版 就是我覺得採訪的 Winbo Winbo 就是美國的聯邦法 最高法院 5比4 就通過了同性婚姻的法 5比4 算不算大比數 多數都會贊成 這個也是 要是聯邦法院 也都是一材贏 美國呢 就通過聯邦法 就是聯性戀的婚姻合法 法 大哥 作為激烏徒你怎麼看 其實呢 我不是純宗教 你都不是計什麼 我純粹是計那個 那個人 不是引論 計那個醫學 我經常提倡 陰陽陰陽 有陰必有陽 有陽必有陰 有陽 理論的中國 陰陽朝國 所以呢 我絕對不會去贊成這些 當然 我都尊重別人的意念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不會跟宗教的方向 很久呢 這件事呢 看回歷史 西方的 自古都有一些 有這些 中國化 中國都是 羅馬時代 中國都是自己有這些 問題就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合法化 婚姻合法化 不是同性戀合法化 就是婚姻合法化 同性戀類似 不同 同性戀合法 你有一些 他不想 或是女生 婚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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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很多有利益 所以婚姻合法 就是兩回事 這個 婚姻合法化和婚姻合法 兩回事 所以現在的 層面就比較大 其實大很多 那你怎樣看 婚姻合法化 我覺得 會怪一點 我就不是玩了 但你說 婚姻合法化 我是怪一點 又不是接不接受 這個世界有什麼習慣 為什麼 我是絕對贊成的 因為始終都是兩個人的主要契約 所以你是男 女 我們下一次時間不夠 下一次回來我們才表達明光社 明光社是我第二親家 所以我一定有機會盡量拆開 但是我先說回我的立場 你們首先覺得同性戀的婚姻合法化之後 如果在美國 我相信一定會多了同性的伴侶 你結婚 因為合法化 但是會不會因此而多了同性戀 你覺得 應該不會是天生 因為合法了我才知道 寶羅你也是喜歡女人 不是天生 你說什麼根據 我覺得 有些人喜歡 人家 如果我屎股喜歡 就挑開一些不斷衣服 上去 都不是的 現在我就想問你 你喜歡女人 你會問我 你會不會說現在同性戀的婚姻合法 你不如 合法了 找一條馬佬試試 那當然不會 是 說完 客家佬就不用說了 他去練骨 客家佬 找一條馬佬 連腳都不能 不要說是賊配 那些人 如果不影響到人底下 其實我對同性戀 首先我絕對沒有意義 絕對沒有意義 那些人很簡單問我 他說 如果你的兒子是怎樣 那我又沒有失望 那又失望 因為我現在變成誤誤誤酸 OK 我覺得分回兩個情況 是 同性戀和婚姻合法 和同性戀和婚姻合法 兩個 分開你說同性戀 贊成同性戀 還是贊成同性戀 和婚姻合法 不是 我現在在說 我先對同性戀的看法 就是我兒子如果這樣 我怕老鼠 我不會很失望 那我真的 我不會有很大的失望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當然是贊成他 分婚合法 是 沒錯 可能會知道 這些問題我們會面對 比如兩人馬路 假裝結婚去拿遺產 是 但是 這個也是我們 在整個自己的框架裡面 所以我們是思想框架 我的框架就是 既然 他每一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快樂 令到自己開心的權利的時候 那社會就要付出代價了 就是怎樣去查這些人 和他們打結婚 去騙 譬如是騙政府一些福利 那些東西 就是同一個把尺 我是認為 譬如說中環 香港人 給大陸人全部拿光 劉精文他們說的 大陸人全部拿光 他犯法 騙你 我們去抓勾他 就不能夠因此而說 很多人說 不應該被中環的 那些就是斬 那些就是被沙桶 那對同性戀 合法化呢 在美國呢 就直接好像國慶那樣 OK 但是美國 我相信 即使你說多權性戀者都好 他一定多不過二性戀的人 他多不過二性戀的人 那我們可以密切留意 但是我只想在這一節裡講 這一個 為什麼美國會有個黑人總統奧巴馬 雖然他不夠大陸 為什麼美國是永遠都在這個 時代的尖端 就是人類的頂峰 就是這件事 起碼 就算他有什麼 社會雖然負擔什麼 都是他自己失敗 但是他走出第一步 就不用把這些纏繞了 就是社會幾十年的東西 最後你可以怎樣 OK 即是我主力 赤我又這樣 是怪的 我們說是怪的 但是 兩個人能夠開心 一起去面對 追求個人快樂 那是最基本的人生人的自由 美國和天發 直接是 Pursuit of happiness 是 那個the vice call 那個issue是這樣的 我們第三次回來再講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